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正在开的兰花 那昨天呢 把这个地方折腾了一下 把所有开花的兰花都拿到室外来了 在室内呢 那个地方阳光不是特别好 非常的暗 而且呢 那个地方我也不经常去看 我发现还是放到室外 我能经常的看到 所以就折腾一下 把它们都拿出来了 大家逐渐的看一下吧 这棵呢是蝴蝶兰超市买的 它好像中文名字叫麻雀 英文名字在这里 那据说呢 这棵是香的 但是这几年呢 我都没有闻到香味 这棵呢 一直就是在这个挂栏里面挂着的 已经连续开了三年 都是这样一串花 它挂在这个栏子里呢 非常非常的好养 其实我平常也不用 把它拿出来 只是需要浇水的时候 拿出来看一下 这样根有没有全干 干了以后呢 就直接往这个套盆里 倒点水就行了 非常容易养护 一直挂在窗边 每年都是开这样一串花 这种垂吊的感觉 也非常的美 很喜欢的 这种金色条纹 如果大家在超市看到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 这个经常在超市出现 看这边 这一棵呢 也是超市花 这棵叫红芝麻 Red Sesame 那前两年开的花呢 没有今年的大 今年的花竟然大了一些 开了七朵 我觉得大花能在我这里养 能开个六七朵就算不错了 我发现养大花很难养很多很多的花 我感觉大花还是需要把这个植株养得非常健壮 根系很多 而且阳光要充足才能开更多的花 在我这里开六七朵也算比较多了 后面呢是一棵劳伦斯 这是它的英文名字 劳伦斯的花色非常美 花瓣是厚实的蜡质的 中间是这种红润 然后带斑纹带斑点 花友们都说它香 所以我把它挪到室外了 今天上午再闻一下它有没有变香 它是应该是淡香型的 它的花絮也蛮不错的 这边有一棵呢是锦花 叫Motonia 这也是一棵原生的品种 那Motonia呢 它在开花的时候 就是一个花杆只开一枝花 所以想要达到有一个爆花的效果呢 还是要养成很大很大一盆 那这棵呢 是我在一两个月前入手的 花还蛮大的 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那这棵呢 那这棵呢 也是超市小花 这棵也养了好几年了 今年也有一个爆花的效果吧 花蛮多的 有几十多 旁边这棵是卡特兰 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种 英文名字叫这个 它是两个原生品种 墨西和婆婆的交的 交出来的叫这个名字 有一个个体 它是非常有名的 叫蔚蓝天空 我呢一般就叫它蔚蓝天空了 因为比较好记 花朵很大 颜色非常的美 是一种淡紫又有点发灰的感觉 而且它的香味是非常非常好闻的 香味太美妙了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这棵的话 一定要买下来 超级美 在它旁边坐着 花香就能飘过来 非常美的一棵 去年买的时候呢 开了五朵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就带着 花苞来的 今年自己养开了三朵 也还不错了 非常开心 希望明年能长得更多 再长几个新杆子 这棵呢 是花友在超市帮我买到的 它是很香的 很香的小花 它是流逝莓果 那之前呢 我也出过评苗 是流逝莓果的变异品种 但那个呢 能不能开成变异 真的不知道 因为在澳洲 普遍看到的是 这个花色 变异呢 有可能能开成变异 也有可能 开出这样的花 变异的小花 更可爱了 香味非常好闻 在蝴蝶兰中 这个香味就算浓的了 旁边是甜蜜回忆 非常非常喜欢的 花朵很大 直径大概有七厘米吧 颜色也非常的粉嫩 漂亮 香味相当的甜美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颗花 那这颗呢 是第二次开花了 去年也是开了两朵 希望明年能开更多 这颗呢 就是巴斯蒂 今年爆花了 之前给大家看过 非常非常美 这颗呢 在一个蓝鞋 也得过奖 其实在蓝鞋呢 得奖 真的是看评委 喜不喜欢这颗花 也不知道怎么得奖的 因为我去两个蓝鞋 第一个蓝鞋呢 就是那颗Japonica 得了第一名 而这颗花呢 连个名次都没有 那在另外一个蓝鞋呢 就是这颗得了冠军 非常非常可爱 今年爆花的一个效果 这个老花枝 一定一定不要剪 它是老花枝续花的 年头越多 养的越多 花枝越多 开花越多 今年有四十几朵花 那后面这颗呢 也是在一个花市买的 这颗很像很像金树 因为当时 它就是和金树 摆在一起 同时买的 那这颗小花呢 小花瓣有一点点的变异 香味和金树 是一样的金树衣带 非常美 香味很好闻 就是花枭小一点 然后旁边这颗呢 就是紫水晶了 非常美的花色 这种花瓣 这种花瓣带着紫色边边 香味也是非常好闻的 它的香味相比其他蝴蝶兰来说 稍微淡一点 是需要在上午的时候给它晒一晒阳光才能闻得到吧 也是喜欢开很多花 非常美 非常喜欢的一颗 紫水晶 这颗就是普通的超市大花了 超市大花在我这里能开个五六朵就算可以了 今年开了五朵花 这个花色还可以吧 下面这颗呢 是一颗文心兰野猫 这颗呢 也是我从小苗养大的 今年已经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开花了 花量也还可以 一个花枝 野猫的味道也相当好闻的 我觉得除了巧克力文心兰 那这颗野猫的味道也非常的喜欢 这边还有一颗蚕雪 非常非常美 那这颗蚕雪呢 也是今年前几个月入手的 然后就不断的往前长花苞去花 前面的花枝已经掉了几个花苞了 蚕雪开到后来呢 看大家花有的花图呢 花量会非常大 淡淡的粉色 小花不大 但非常可爱 蚕雪呢 我这里还有多余的两盆 如果澳洲的话 有喜欢的话 可以跟我联系 好 再往这边看 这颗也是花友帮我在超市买到了 一颗变异的小花 你看这个花瓣多么可爱 是蜡指的淡香的 现在普通的超市花已经入不了眼了 就是除非是这种比较特别的花色 还有点带香味的才会入手了 去年买的时候呢 看了不几天就剪掉了 今年呢开了两串花 花量还可以 非常美 旁边这颗呢 是炖花 这颗炖花呢 是我出平 然后养大的 大概是两年的时间了吧 那在年初的时候开过三朵 当时也是开了全的白花 因为当初平的时候呢 我拿到花图是红白跳瓣的 所以是期望它能开出跳瓣花的 那结果呢 今年第二次开 也是开纯白色的 看来看跳瓣花是不太可能了 不过这颗呢 看起来也非常的美 我也非常喜欢纯白色的 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特别喜欢它的毛毛唇 旁边这颗呢 也是超市买的了 这颗叫Sunset Love 那去年开花的时候呢 比今年多 那去年的时候 可能放到室内的原因 没有闻到香味 今年呢 放到室外一阵 就闻到花香了 淡淡的香味 那之前花友们都说它香 我还总是闻不到 那今年确实闻到了 巴宁斯也常常有卖这颗小苗的 粉红色的斑点也蛮可爱的 下面这颗呢 就是我那颗小花铺了 那今年是它第五次开花了 可以看到它今年的花量 跟去年或者前年比花量要少一些 但好处呢 是今年的花呢 它持续的蛮久的 去年前年开花太多了 所以一直呢 想给它养养苗 那现在养起来了 叶子呢 还蛮多的 根系也长满盆了 所以今年开花效果也蛮不错的 目前是四十朵朵花 希望明年能开更多吧 非常的漂亮 这一颗呢是非常值得买的 大家说老实问我中文名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有人说叫梅雨 我看起来还是挺像的 但这个花比较小 大概四厘米吧 花的背面是这样的 也是发粉色的 它的正面背面都相当美 再看旁边这颗 这颗呢 也是我在超市买的 当时呢 几个花友也买到了 每个超市呢 大概有这么一盆 非常美的一颗小小的斑点 最主要它是非常非常香的 所以有时候在超市 能碰到很多香的花 而且非常特别的花 所以大家要经常去超市 逛一逛 像Cose World Wars Bannings 一家都是买花的好地方 这颗呢 也是养了两年多的苗 然后终于开花的 也是蜡质 带香味的 非常非常喜欢 它最主要的一点呢 它就是花 非常的大 而且周正 蜡质 很香 太喜欢了 这颗 这颗的名字在这里 它是两种椒的 Sogo Pony 椒龙树荫 旁边这颗呢 也是在一个花店买的 当时也是几个花友一起去逛花店 然后发现这颗小花呢 很香 所以大家都买了 现在就是 这个花色还是一般吧 主要就是喜欢它的香味了 下面这颗呢 是一颗原生品种 大概是半年前入手的 它就是Parisii 原生种Parisii 每朵花都像一个小兔子 超级超级可爱 那我之前养过一颗 那颗就净服死掉了 那这颗是今年刚补上的 没想到一个花枝能开这么多朵 大概开了八朵了 还有两个花苞 小花比手指甲要大一点点 这颗呢 我看基本上就是 很多人都是板直的 然后买好几颗种到一个板上 然后如果好几颗同时开 花量很大的话 也是很壮观的 非常可爱 好 上面这一颗呢 就是曼妮 自己出品的一颗 然后开花的 曼妮的花色呢 非常特别 花不大 像蜘蛛一样啊 这种呢 这种形状的花 还有花色呢 喜欢的人可能不多 非常可爱 是自己亲手养大的开花的 所以格外的珍惜 旁边这颗呢 就是秋花 之前给大家看过 非常美的一颗秋花 之前拍过 专门拍过视频 它今年开了15朵 非常非常可爱 这个花呢 也是有淡香的 也是养了好几年了 去年开的9朵花 今年的花量就稍微大一点 同样这颗是不能剪花感的 它的前年的花感都能去花 千万不要剪花感 旁边这颗也是原生品种 路德 同样这颗也不要剪花感 也是淡香的 小绒毛 很可爱 很可爱 这边还有几盆啊 这是一颗文心兰 之前开过三只了 那后面这几只的花 就不是很多了 前面三只 三四只刚刚卸掉 然后这几只又叙花了 非常香的 非常香的 颜色我也挺喜欢 这颗呢 是前一个月 刚刚买的 那这颗是非常非常推荐的一颗 这是一颗围柱兰 原生品种 它最主要的好处呢 就是它特别特别的香 那离着它走过路过 就能闻到它的香味 是一种葡萄的香味 非常非常美妙 它的花形花色也非常的可爱 可以看到这个 上边是发棕色 底下是这种紫裙子 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像一个腰后的感觉 超级可爱的 这是它的名字 这边还有一颗是叫这个名字 那这颗是它的第二个花枝 第一个花枝已经剪掉了 第一个花枝的花呢 颜色非常非常的艳丽 然后我就给它搬到室内了 室内的阳光不太好 结果第二只开花的时候呢 颜色就非常浅 所以呢可以看出来 阳光对这个花色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如果阳光不好的话 这个花色就会变浅 颜色不艳丽 这边还有一颗兜兰 这是一个杂交的兜兰 也是它第一次开花 养了一年多开花的 名字在这里 这就是我所有正在开着的兰花 希望大家喜欢 祝大家周末愉快 感谢观看